請看 好美喔 好美喔 本人來到我們現場 歡迎林軒宇 林軒宇 你好 對啊 她是個可愛的女生 對啊 漂亮 有一點 很像一個 那個很像採什麼 採 採真 對 是嗎 有一點像採真Fu 跟大家說Hello一下 大家好 我是軒宇 軒宇 很好嘛 很漂亮 怎麼會有這張那個 比基尼罩的出現 其實只是我去韓國 然後我要 代購用音樂 很多粉絲想要分享一下 對 不穿不行 你有代購男生的內褲嗎 沒有 想換 我也沒辦法穿 你想要看他穿 對啊 然後就因為就這樣 很多人就認識你了 對 這個點子率好像破十萬吧 但這樣上去 在Instagram上 對 那有男朋友嗎 有 很好啊 恭喜啊 很祝福嘛 對啊 真的很好嘛對不對 對啊 男朋友會做 我女朋友然後這樣 他會覺得 沒關係就以我工作為重心 因為工作就是做那個網牌 你做代購 代購我幹嘛 對 現在代購好做嗎 現在其實不好做 沒做了 沒做啦 我們一個朋友 柯宇柔就做得很好啊 真的啊 對 重心沒有擺在那邊 那現在是在做 現在在拍戲 拍戲啦 演員耶 真的耶 拍什麼樣的戲 對… 剛要拍三立心的滑巴 好厲害 那就不錯啦 對啊 變成我們的同僚耶 對啊 既然那麼會拍戲 妳要不要演一段那個劫財劫什麼 收起來了 好 影響就沒有 對啊 沒有… 這個滑巴裡面是演什麼 演一個小三 演小三 你長太漂亮了 但你看起來需要演技 那看起來不太像小三 沒有… 最可怕的小三是這類 有沒有 長得一看就是小三 無害的那種 無害型的 柔弱的 震動都不會 沒有啦 沒關係啦 都可以啦 反正我可以無所謂 然後我都可以 然後他那個…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 那個男的一種 好吧 你們都聊聊 你不要誤會人家 一種 對… 很像 聲音那麼低層 對 我跟地表最強小三 然後比基尼也扔出來 對 這個好好加油 希望有更好的成績 是… 好不好 好 還有什麼要講的嗎 對啊 有…有遭到騷擾嗎 還是怎麼樣 騷擾… 之前在剛剛爆紅的時候 那我那時候住的地方 自己說自己爆紅 好害羞 那時候因為我家 離捷運站大概要走十分鐘 那我在每次回家的時候 就會一直覺得有人跟著我 但是你也不可能去懷疑別人跟蹤 那我那時候就很緊張 我到家 我開了 因為我是住那種公寓式的 然後我到 我就開了樓下一樓的門 結果走上去之後 我就發現 後面的人也進來了 對 我明明已經關門了 尾隨 對 然後我看就是那個人 對 但是我到 因為我剛好才住二樓 他就很快的跟上來 然後他就說 其實我住在三樓 就是我每次下來遇到你的時候 我就很想跟你講話 所以我每天才會想 對 他才想跟我回家 那這下進水樓台獻得月了 我的媽呀 所以我就趕快搬家 那沒辦法住同一樓 欣賞你嘛 對啊 但是也不可以就是跟著我吧 沒有跟著你 這是我的話 他剛好住三樓 不然怎麼辦 以我的個性來講 因為我知道 但你不知道 然後又一起下了這個捷運 有沒有 我反而會怎麼樣做 你稍微轉頭看了我 我就會走到 你前面大概四 五步左右 然後 你是都住同一個地方嗎 對 然後到門口說 好會演的 對 你已經記得 第十二個跟蹤我的女人了 我配 好會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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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他就不會搬走了 那你說沒有 我住二樓 蛤 你住二樓 你不用告訴我你住哪裡 再見 對 算 算 好 來 粉絲假扮你 從朋友那邊套 他假扮我也假扮我的朋友 然後他假扮我去跟我朋友聊天 然後說 雙面 對 所以他傳了很多私密照 說什麼他 他跟他男朋友怎麼樣 然後想要分享 然後厲害的是 我打電話給我的朋友 我問他說那個人是你嗎 他跟我說對 他說因為那個人騙他說 就是我有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他必須說對 那個人就是他 他以為他在幫我 我朋友 奇怪 這是繞口令 對 他搞得非常複雜 反正居然我打電話 問我朋友說那個假的人是你嗎 他說對 那是他 我就只好相信了 然後我們還開始就聊天 然後就換成他那個騙人的人 傳了他一些性愛照片 對 反正就是你的帳號被倒就對了 沒有 他還是用新的帳號 我朋友還可以被騙 那有嗎 你用iPhone才AirDrop一下 重點不是那個 重點不是那個 重點是說他的帳號有被倒 對啦 不是 那個照片不是重點 也不是他的啊 好 謝謝軒宇